然后下一位报告人来自香港大学 他是叫党兴 香港大学的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长石城和跨世代 海洋双化对贝类如牡蛎的生理免疫和适应可塑性的影响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党博士 好谢谢 谢谢江老师的介绍 那么我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分享了吧 可以的很流畅 谢谢 谢谢江老师的介绍 以及SSE组织的这个平台 让我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博士期间的一些工作进展 以及我博士后期间正在从事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今天的报告的主要的内容是表观遗传辅助下牡蛎对海洋双化的快速适应性 正好现在临近北京时间的中国节奏了那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牡蛎作为一个经典的海洋水产品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餐桌上场的一个可适用物种 那么牡蛎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水产品 它能够持续的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蛋白 饱和的脂肪酸以及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 那么中国作为牡蛎水产养殖的大国 在产量上我们一直遥遥领先文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然而尽管我们的产量很大 但是在牡蛎实际的养殖过程中 我们仍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那我们知道在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 人类向大气中排放过量的二小化碳 那其中25%左右的二氧化碳 可以被海水吸收 形成碳酸释放氢粒子 降低海水表面的pH 那这个过程称之为海洋酸化 牡蛎作为一种有壳的矿化生物 它对酸度的变化就比较勇敢 所以海洋酸化呢 可能会对牡蛎的生长和存活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博士和博士会期间的一个主要的课题 也是研究海洋酸化对牡蛎的影响 那么之前的一个我的研究报告就是 表官遗传它能够参与到牡蛎 对酸化对牡蛎的一个延迟效应的影响中 其中我们通过对F1的亲本 进行人工受精得到的F1子带 将其放置到两个不同的pH处理中 pH8.0作为对照组 pH7.4作为酸化处理组 连续酸化三个月之后 将其移植到两个常见的武力养殖区 放置自然条件下放置九个月之后 去收集生长和存活的一些形状 然后再对一些样品进行转路组和甲基化组的测序 那么这个项目我们主要得到了一些结论 就是包括在酸化处理之后 DNA的甲基化组和金表达模式 存在一个非常强的关联性 那么同时这种关联性又能够很好解释 牡蛎在野外的生长和存活的一些形状 就暗示了DNA甲基化这个过程 可能在牡蛎应对海洋酸化的变化过程中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后续也围绕这个主题 开展了一些研究 此外这个结果还包括了一个 我们发现在DNA辅助下的基因表达的模式 它具有一个地区特性 当然这个工作它主要是围绕在同一个世代中进行的 也就是说从幼虫酸化一直成长到成体的这个过程中 它是发生在同一个世代下 但是我们知道海洋酸化本身是一个缓慢而又持久的过程 所以我们非常好奇 就是这样的海洋酸化是否对牡蛎存在一个跨世代的效应 或者牡蛎能否通过对自身的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去应对未来的一个自然环境的变化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跨世代的实验 主要是从F0代的清冷开始 通过人工受精得到了F1代的子代 并且在两种PH的环境下分别进行养殖 一直到它成年达到星成树之后 再利用这个F1代去继续人工受精产生F2代 并且再度分成两个不同的PH的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对于F2代而言就得到了四个不同的处理组 当F2代生长到三个月大小的时候 我们去对它的存活生长的一些形状进行测量 然后采集了样品去送去了甲基化组和转入组的测序 这个是整个实验过程中对PH的一个记录 整个实验大概持续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对照组的PH基本上在稳定在8.0左右 酸化处理组的PH大概在7.4到7.5之间 首先我们对F1代的表情进行了分析 发现在酸化和未酸化两个处理组之间 它的生长和存活之间并没有发生统计学的显著差异 然而对于F2代则产生了不同的表情 比如说来源于对照组的亲本的F2代 当它受到酸化的刺激后 存活率将会有一个显著性的下调 而来源于酸化后的亲本的F2代 它受到酸化刺激之后 它的存活和对照组并没有一个显著性的变化 这就说明来源于对照组的亲本的F2代 它对酸化还是仍然是比较敏感的 但是来源于已经经历过一个世代处理过的 亲本的F2代 它对酸化就有了一个更高的抗性 所以对于这个样的一种表情 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就是通过F1代的酸化暴露 它可能有一些发生了一些适应性的进化 导致了F2代具有了更强的酸化抗性 所以为了验证这个假设 我们首先对F1代的基因型 酸化和微酸化处理的基因型 进行了比较分析 通过对转路组的数据的分析 我们得到了一个基因组水平上 F1代的话 能够看到一些 出现了一些高分化的位点 那就暗示着F1代 经过一整个世代的酸化暴露 可能在酸化的选择动影下 出现了一些定向分化 那么接下来我们比较了 F2代的基因型的变化 然后发现F2代的基因型 它会根据亲代的暴露史 而聚略到一起 换句话说 就是F2代的基因型 和它的亲本的基因型 在遗传距离上会更近 比如说在这个红色圈内的两个F2代 它同时来源于受到酸化处理的F1代 而蓝色圈子的F2代 它来源于对照组的亲F1代 对基因型的聚类数的分析 也能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还有对全部的样品的关联性的分析 我们发现F2代基本上可以根据 酸化的亲本的暴露史 基本上分为这两大类 那这个数据就表明了 经过F1代的酸化刺激 那么他们这种酸化可能对它产生了一些 丁强筛选的作用 导致F2代能够从F1代中获得一些 已经分化的位点来应对 更好的应对 还有酸化的变化 所以我们接下来去看了一下 F2代是否能够出现遗传分化 但是我们发现 尽管来源于不同亲本的F2代 它具有更相较于来源于同一亲本的F2代 它们更具有更长更远的遗传距离 但是并没有从FST和派指的分析上 并没有达到传统意义上的遗传分化的标准 也就是说明通过仅仅通过一个世代的暴露 F2代还不足以让F2代形成稳定的遗传分化 但是仍然有一些分化的位点 可能从F1代遗传给F2代 所以我们首先对F1代的亲本 做了选择清楚的分析 然后找到了一些前5%的 受到苏文化的竞选选择的这样的一些位点 那么后续我们还将对于这些位点 在F1代和F2代中的分布情况 以及在F2代中参与的亲表达和功能情况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部分的工作还在做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 DNA的甲基化可能在母粒应对海洋酸化的变化中 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猜想在F1代应对海洋酸化的变化的时候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特异性的甲基化位点 那么这些甲基化位点能否遗传给F2代呢 所以我们首先探究了F1代 它经过酸化之后 能否产生一些特异性的甲基化位点 得到了这个甲基化位点在全金组上的分布图 蓝色区域的话是对照组特异性的甲基化位点 橙色圈表示的是经过酸化处理后 得到的一些特异性的甲基化位点 之后我们想要去探究这些甲基化位点 是否具有可遗传性 于是我们对比了同一个甲基化位点 在两个世代之间 在F1代和F2代之间的甲基化程度 那么我们认为 我们猜想如果说它的这个程度相差不大的话 就是征服10%的范围内的话 我们就认为这个位点是具有可遗传的潜力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分析 因为我们得到了在对照组中有大概5万多个甲基化的位点 占其中占到了全部甲基化位点的18% 在酸化处理中呢 也得到了4万多个甲基化位点 占比是14.6% 之后我们通过这4万多个甲基化位点 去注视到基因水平上 包括基因本体以及它上下游的甲基化位点 一共能够得到9600多个基因 在对这9600多个基因进行筛选 只要是想要去看一下这9600多个基因中有多少个基因 能够同时在F1代和F2代经历过酸化刺激之后 发生一个显著性的表达量的变化 上调或者下调 所以最终我们得到了359个基因 这359个基因的能占比是15.7% 在F2代的差异进中 后面我们就对这300多个基因进行了功能分析 发现它主要集中在免疫应答 敌物合成和能量代谢这几个功能方面中 那么这也可能是让F2代具有更强的酸化耐受力的一个分子方面的原因 那么小结一下我的这个工作 来源于酸化处理后的亲本的母粒 它对酸化能够表现出一个更高的耐受性 通过一个世代的海洋酸化 这个母粒的个体可能会获得一些特异性的位点 长时程的海洋酸化可能会导致一些特定的DNA的甲基化位点 同时这些甲基化位点也可能具有遗传性 并且能够参与到子带来进行表达过程中 当然这个工作还比较初步 因为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我们在F1代中找到的一些分化位点 它能否在F2代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情况 以及参与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研究 以及基因形和表观遗传之间的相互作用 也是我未来所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 大部分的DNA的甲基化 它发生在无皮尔端的C 保密钉上 那如果说在选择的作用下 这个C位点发生突变的话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也同样能够影响DNA甲基化的程度 此外就是如何从基因组和表观遗传组 从功能的角度上去理解他们对表形的解释程度 能够在核动程度上去解释我们所观测到的表形数据 以上就是我今天主要汇报的内容 那么我博士和博士会期间主要从事的工作呢 是海洋酸化对母粒的免疫和跨时代相应的影响 最近主要是想从金组 表观遗传组和金表达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去解释 母粒在应对海洋酸化中的快速响应和适应的过程 因为我博士期间主要从事的是 更多的是养殖和海洋酸化 还有免疫相关的工作 所以其实对于进化方面 还有金组遗传方面也是刚刚开始 所以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多多交流和合作 最后感谢一下我博士期间的导师 香港大学的Handy Ego 以及博士期间的导师Dr.Ragen 还有博士期间的我的同事James 我们一起着手开始了这个项目 那我的汇报就这样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党博士精彩的报告 谢谢Dr.Ragen 请问在线的听众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直接开视频问 我看萧老师举手 谢谢你的演讲 因为这个中午时间肚子有点饿 所以这个演讲觉得很有趣 那我想问你就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海洋酸化 就是会对对牡蛎的生理 至少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你又提到说 你之前有事在做 可能养殖相关研究 那我想问一个 可能比较偏 就是实际上的问题 就是说那你觉得 就是未来在持续像海洋酸化 会不会有可能影响到 牡蛎的口感 这是一个 谢谢小博士的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是 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有一些初步的结果了 就是短期酸化的话 它其实因为牡蛎本身 有一个比较强的 应激以及免疫的 这样的一个 对酸化的一个抵抗作用 所以其实我们去分析一些 化学成分和营养成分的话 其实在酸化和微酸化的牡蛎中 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 实验正在进行 就是有 我们有一个连续酸化了两年的 这样一个牡蛎的样品 正在进行分析 就是我想看一下 对于长时程的这种酸化 因为未来的海洋变化的话 一定是长时程 那么通过这种长时程的 海洋变化中 会不会对牡蛎的一些 氨基酸 脂肪酸 以及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 甚至口感味道 产生一些变化 所以这项工作还在做 希望期待 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研究这个双化 延续双化的过程中 有没有找到一些 就是特定的位点 或者多个位点 来看双化 就看母粒的双化 然后后期的话 如果想要去做工作验证的话 有什么办法 就比如说转经啊 或者是敲经啊 这些 有没有就在这个体系 有没有这种体系去验证 你找到这个位点 是不是具有这个真的这个功能 这个你有相关的 就是思考研究过吗 谢谢贾老师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双化 它能够对哪些位点啊 或者是基金产生明显影响的话 那这个其实现在的结论 还不是很确定 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工作 包括我们也去比较多个物种啊 尤其是矿化物种了 包括珊瑚啊 还有一些 甚至一些甲藻啊 贝类啊 还有一些软体动物 它们各个不同的物种之间 对酸化的一些响应的机制 从基因水平啊 从这个基因的位点的 这样的层次上去研究 但是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结论 就是说哪些基因或者哪些位点 能够非常保守的病选呢 能够受到酸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其实也对这个问题比较好奇 但是还还在做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现在如果说后期的功能验证的话 其实对母粒进行基因敲除啊 的这些方法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合成一些double stream RNA 去敲降这个基因表达 但是通过一些更高层次上的 比如说去完全敲掉这个基因的话 这个技术其实现在也还并不成熟 有一些研究人员 他正在从事这个项目 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但是就是发现整体的死亡率很高 所以这个项目技术在至少在母粒中吧 还不是很成熟 好谢谢你的回答 这个对话问答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请教党博士 酸化处理对于母粒的防殖力有影响吗 请你回答一下 防殖力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我们确实做了一些这样的分析 今天因为这个是写进化相关的主题 所以我就没有太多的展示出来 我们是发现了在一个 就是葡萄牙莉这个品种的话 它酸化处理对它的繁殖力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但是对有一个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它的性比 性别比例 就是我们发现通过一个世代的酸化之后 它产生的子带的磁性的比例 会有一个明显的上调 那么这个其中的机制 以及它的这个现象是否是能够延续到更多的时代 这个其实我们也还在做 好的谢谢 施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那个酸化以后 是不是你们的产量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他们养殖的 对对对 我们最早 我们课题组去关注这个问题 也是来源于就是当地的养殖户的一些反馈 就是其实现在牡蛎虽然我们看起来中国牡蛎产量很高 但是实际上 就是从养殖户给我们反映的问题的话 就是每年其实牡蛎死亡的现象都存在 而且有的时候它的死亡比率会非常高 甚至能达到80%90%的死亡率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看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的 因为我们发现10年前 如果我们去统计10年前的这个牡蛎产量的话 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死亡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近10年 可能我们出现了一些养殖环境的问题 也可能是养殖规模的问题 就导致了牡蛎出现大量的死亡 所以我们也在去寻找是什么样的原因 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死亡 比如说是不是全球变短 温度的上升 比如说是不是海洋酸化 比如说是不是岩度的一些变化等等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就是如果从自然条件下的话 我们说这个海洋酸化 是不是一定能够导致牡蛎死亡 还不太能够回答 但是在实验室内的结果的话 我们来看在幼虫发育阶段 它对酸弯度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我在对葡萄牡蛎 幼虫的研究中发现 通过酸化处理后的 这个幼虫死亡率能够在70% 但是比较有趣的现象是 如果我持续酸化一两个世代的话 它的这个死亡率是会有下降的 所以我们也推测 这其中可能是牡蛎 有一种自成的适应化在里面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唐博士的报告还有回答 在线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请问 没有听到 我想请问那个酸化会不会造成 说它有没有天敌 或者它密实的对象酸化 它同时也就说它的天敌 或者它的摄取的食物 它们彼此也要适应 那这中间有没有造成冲突 或者共演化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老师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很好 因为我们在投稿过程中也有人问过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就是牡蛎本身是有一些天敌的 比如说在自然间中的牡蛎 比如说它海星还有一些螃蟹 它是能够设施 尤其是比较小的牡蛎的 它能够去分泌一些霉和酸性物质去融化的壳 然后去破坏它里面的肉 但是在这个事在自然条件下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现象 在养殖区域的话 很少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养殖户 他去在选择养殖海区的时候 就会提前去这个海区进行调查 那如果这个海区是能够存在 它一个大量的天敌的分布的话 那他们就不会选择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牡蛎的养殖 所以在养殖层面上的话 它天敌对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但在自然条件下 那确实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你这个研究 你做得很好 我不是要批评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control主 跟那个野生的 我想会更perfect 因为你那个domes 就是说受到这个影响是天者 而不是你这里已经变成人者 对不对 我们把它控制在一个环境 固定的环境 不过你还是要先做这后面 才有办法做野外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对确实 我们对野外种群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感兴趣 所以最近的话也是在关注 这个野外种群的变化 以及我们也希望能够 跟国外一些合作 找到一些 他们国外有一些天然的酸化位点 那么这些酸化位点的话 他们天然海水的PH就比较低 然后在这些位点中 如果我们也能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牡蛎 以及它其他的食物链 上下游的生物的一些同步性的观测的话 那确实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充分 还有意思的结果 谢谢 谢谢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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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